原来他才是庆余年中的隐藏大佬 庆帝见了他要礼让三分 陈平平在他面前只是矛头孩子 叶青梅对他十分尊重和信任 连长公主也曾靠他庇佑 甚至有人说 他才是范贤的最强背景 作为全剧主角 范贤一路走来始终有大佬护佑 媲美四大宗师的五竹 一直守护在他左右 师父费介是天下第一的用读大师 其生父乃是庆国皇帝 对他十分看重 养父范贤是户部侍郎 实际掌控庆国财政 还有三大禁军之一 红甲骑士的调动权 人生导师陈平平 是庆国权力最大的部门 检察院的院长 还拥有三大禁军之一的黑旗 岳父林若甫 是统领六部的当朝宰相 林拱死后便专心辅助范贤上尉 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上 为范贤保驾护航 但他们却都不是范贤的最强背景 因为范贤还有一个 不为人所熟知的强大后盾 那就是在淡州养老的范家老太太 范家老太太一开始给人的感觉 只是大户人家的老夫人而已 她资诸必较 两眼昏花 可是直到范贤遇刺 她在处置管家时 却是杀法果断 面不改色 来人 打折她的腿 扔在渔船上 下半辈子 不用再上岸了 红甲骑士来接范贤时 一直深藏不露的老太太 再次霸气表示 由此足见她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物 其实老太太的背景很不简单 她不仅是斯南伯范贤的生母 还是庆帝的乳母 这个身份虽然没有官职 但单凭这一点 就绝对没有任何人敢对她不敬 而范老太太除了哺乳庆帝之外 还从小教养她 情分更非一般的奶妈可比拟 当初的庆帝还只是成王世子 而成王是先帝的三个儿子中最懦弱 地位最低的那个 成王妃则以寡情著称 对于当时的庆帝来说 这位乳母才是她所有母爱的来源 甚至庆帝一身的成府 也皆是范家老太太一手培养出来的 彼时的成王府 有四个孩子非常调皮 他们总是分成粮活打架 一边是成王世子带着半读小太监陈武长 另一边是范家带着幼年时的靖王 两边打得不可开交时 都是范老太太拎着耳朵将他们分开的 不管是世子还是儿子 小王爷还是小太监 他都敢一视同仁严厉训斥 所以四个孩子对范家老太太 都有着天然的敬畏 就连小时候的长公主 被几个调皮鬼欺负的时候 也是选择躲在范家老太太身旁 老太太回到淡州养老后 庆帝因为想念如母跑到了淡州 一住就是数年 还在这里结识了叶青梅 老太太曾对范贤说 京都不是什么好地方 你娘死在京都 留在淡州 命会长些 从这一点便能得知 他也许熟悉叶青梅 知道范贤的真实身份 了解叶青梅是怎么死的 更了解庆帝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所以当全城的人都在追杀叶青梅的遗孤时 陈平平才会建议五竹 去投奔身在淡州范府的老太太 因为只有那位老太太 才真正能护得住范贤 而陈平平和五竹都认为 有他在 范贤才能活得更久一些 足以看出这老太太的本事 而他也确实护持了范贤十余年 帮他躲过了无数的鸣枪案件 庆余年后闻 庆帝到大东山祭天的路上 听说老太太病了 便立马改道前去探望 足见他在庆帝心中的地位之高 随后 庆帝指着范府院子里的几棵树 对范贤说 这些树都是新灾的 当年这里也有树 被我们几个练功都打断了 这意味着 属于庆国的新纪元 就是从淡州老太太的院子里开始的 这个貌似普通的老太太 一生培养出了一个皇帝 一个亲王 一个上书 和两任检察院的院长 在这个小院子里 魏庆国的崛起 悄悄做出了不为人所知的重要贡献